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次欧洲国家杯的特别节目 由 Winning Corner 的阿K 和我足球5040 阿文 和大家谈一下欧洲国家杯绿组的形势和国球策略 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阿K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K 好 这次我们先说A组 A组是顶头大叶门 意大利 跟着瑞士 威尔斯 土耳其 先说心水 这组首名 你有什么心水 首名来计我都是看好意大利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头三场分组赛 其实他都是有主场之利的 计算实力 赔率也反映了1.4 然后次名 我就看好土耳其 因为看回他们对上几场比赛的表现 他们入球能力都挺强 而且今届人脚都比以往强 他们中前场有李姆保 帮你以今年拼下巴黎 拿了法甲冠军 所以首次名 我就看好这两对 我自己就纯粹以赔率的直播率 意大利主场之利1.45就理解 就是反映了他主场优势 就是 我就嫌意大利前中后三线 后房就特别老 仍然是邦路斯和基亚连来 两个都三十四五岁的了 前面的入球方面仍然是打了很久的音乐给你 我觉得级数上是差点 虽然有主场之利 所以我赞成的 我这场我手名呢 我就喜欢土耳其的 有8.5倍 两个原因 就像你所说的 李姆一对孖宝 耶斯斯 尤玛斯 是李姆入了20球以上的了 加上中后场有A.C.米兰的佛球王 查古汉和李斯特成的后房大将 苏欣古 我觉得前中后三线 实力就最平均的了 再加上 分组赛形势第一场的先对意大利 我就拼意大利没站稳一阵 投炮 赢到意大利 然后对瑞士或者威尔斯赢到一场 6分我估计有机会可以手名出线的 所以我会选8.5倍的土耳其 那看起来首次名的赔率 首次名呢 如果意大利回答土耳其呢 有4.7倍 都OK的 不过我就再浪一点 我就会选土耳其行球 吃全餐的了 不想的 因为这组其实我觉得 撇除意大利呢 其实瑞士 威尔斯 其实大家都很接近的 瑞士其实在欧洲 踢惯大赛的了 世界杯 欧国杯 瑞士都硬正的 是啊 很硬正的 他在上年的外围赛和欧国联呢 两次逼和德国和逼和西班牙 所以对强队赢又未必赢到 但起码够硬正不输给你 至于威尔斯 不用说了 巴尔是人都知道的了 他在二次仰征促裔就是探等这场而已 加上英国球是比较 就是你知道是稳守突击啦 做好防守 然后被巴尔在前面做 所以我觉得这组我觉得是有机会爆的 虽然意大利主场之利 我的推介就是土耳其做胆 拖了三只脚啦 意大利 瑞士 威尔斯 最热都有15倍 至于角球怎么看呢 这组分组赛的球队的角球 会应该怎么部署好些呢 角球就我们一队一队来看啦 首先看最二门意大利啦 因为国家队相对比赛就没那么密 队上8个月只有7场比赛可以做参考 但我相信拿回这7场比赛做一个数据分析 都是一定帮助的 如果我们用中位数9.5来计算 意大利近7场比赛的角球 就有4场大 3场小的 就这样看就可能觉得一半半没什么路足 其实看回三场角球势里面 有两场其实是刚刚好开9个角球的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频道 都会知道我比较喜欢到这个走地角球的 所以有意大利的比赛 我觉得可以即场等中位数落到8.5 然后走地才追回国大 这样做可能性率会更加高 会不会因为意大利现在 迷斯尼带了没那么防守 他现在打4-3-3 会不会这样容易开了大呢 他前面是打3个前锋 都会的 因为4-3-3阵式 他们可以采用边路突破战术 两边翼锋可以拉边落底去全中组织攻势 尤其是基艾沙 有开早几个比赛应该都会知道 他在边路的突破能力就很强的 很有侵略性 所以大部分角球其实都是拒搏回来 那另外一队 瑞士又怎么看他的角球 瑞士对上7场比赛角球就三大四势 其实他们角球数量表现就不是太稳定的 因为我看到他上年的外围赛和欧国联 失球数字比较大 他会变相因为 可能是早失球 然后就会迫着打反击 会变成大 反过来如果早失球数字比赛 就会慢慢守住他 所以变化会变大了 所以角球的变化 赛事进行中的入球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会影响到比赛打后的时间 角球出现的机率 你说得很对 就是他如果早失球 可能他在局弓的情况下 他又失球数字比赛 自己也会博多一些角球 那场比赛的角球可能会偏多了 还有没有补充瑞士 瑞士我自己会建议不要在赛前买了 到时候看职场 加上今年的时间挺漂亮的 9点钟就有第一场 9点12点 所以到时候可能看一下 K的多一点的提供 然后K的玩即场投注 到威尔斯 丹天宝自尊的巴尔 角球方面有什么数据 威尔斯 你就这样听下 一个巴尔 其实还有一个小孩 曼联哥占士 很快 都是快逆打快逆 如果不看数据 就以为威尔斯可能会有很多角球 但是其实就相反 看过去七场数据 一场开到角球大 六场都是小的 那还要总数来计 就是所有角球数加上 都是偏少的 还有威尔斯在这一组 他三场比赛 都有一点不利 因为他都要 其中有两场 他要去到阿塞巴姜巴虎球场比赛 周居劳动力量很大 是的 英国威尔斯这样飞过去 都挺远的 那搞一搞呢 分钟一来一回都要搞半天 然后其中一场 也是要做客意大利 路程太远 就对他们的球员体力 会有点消耗 可以看我说了 过去七场的表现 留意角勢 角勢偏小 始终英国球 尤其是球员质素不多 前面应该先稳手 然后靠巴尔打两个反击呢 可能会不会这样 是角球偏小一点呢 是的 其实他看过去七场数据 他数据都可以代表到一些东西的 就是他们的打法和战术 是的 你也提到的 他也是先稳手 然后再看一拨 可不可以反击 偷鸡 他在这个分组赛 我相信教练也会原用这一套战术 好 接着到我喜欢的土耳其了 土耳其入球能力 我看过往那几场就非常高 他对普通荷兰 德国这些球员都不害怕 入得失得 入得失得 那国球方面会不会又大 又是否偏大呢 是 国球也是偏多 因为入球多就代表四门多 对 加上侧击 全中波多 所以就 产生国球的几率也是高 那看回过去七场 他们有五场开到带 两场就是国球小的 同样 跟意大利接近 都是国球偏多的球队 那我自己呢 就会推介就是 开幕第一场 意大利对土耳其 大家可以第一场就留意国队 第一场就大家斗工 又无论国球好 入球好 都有机会开带呢 我自己就称先国球 国球是什么 是的 然后呢 入球相信2.5大问题都不大 初盘开了呢 土耳其的win有8倍的主客 半场都有8倍的 我就再大胆一点了 我相信土耳其的功力 我会偷游 例如选去半场赢 或者全场赢有8倍的 补充回来 在去年的世界杯外围赛 和欧国联 土耳其是赢了荷兰和法国的 所以对意大利 我觉得一点都不怕的 有机会偷游爆冷的 是的 还有这些大型杯赛呢 通常第一场都是爆冷的 是的 在过往数据之前 世界会发觉第一场就输给 好像赛来加2 没有记错 是的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会不会爆冷 和留意一下K的角球 分享心得了 那今天 A组来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这条片 又或者喜欢我和K Winning Corner 和足球5040的频道的话呢 请记得订阅和按赞我们的频道 好 那下一集我们就会说B组 OK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